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星期日夜晚的九點 我們又連線了鍾建華報視 鍾Sir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啊 一場人大代表洪偉文的生日Party 就是媒體形容會洪文宴演變到現在為止 都不少媒體都說差不多變成一個類道的鬧棋 鍾Sir 你也這麼說過 是不是 鍾Sir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荒謬的 我沒有說過鬧棋我就忘了它了 總之我覺得這件事是挺荒謬的 一班議員 十八、九位佔這個立法會整體的兩成議員 再加十幾個高官 其中幾位還是紀律部隊的高官 竟然去一個私人生日Party 這個真的很少見 因為我經常說 那些紀律部隊是執法部門來的 照計就不需要他們搞關係 不需要他們去諮詢公眾 不需要他們用私人時間去了解民情的 他們只是切實實實執法就可以了 過往你甚少見到紀律部隊高官是會去私人場下這麼齊人的 但是這次起碼三個紀律部隊高官 還有一個前紀律部隊高官 而這個前紀律部隊高官還說有機會接任民政專員 竟然在一個私人的Party裡面坐在那裡 我自己覺得就相當不成體統了 還有你令到那些人對執法者的公正性 難以會產生一些懷疑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相當荒謬 而荒謬另一點就是你竟然去到一個Party 那你這幫人就個個都是執法者或者一些官員 但是你們個個就自己戴頭不戴口罩 就是說你說攬人唱歌這些他們沒有份啦 看不到啦起碼 但是你不戴口罩 那最荒謬的一點就是現在知道的資料 十幾個出席高官裡面 其中只有三個都做安心出行 或者說有安心出行紀錄 那你政府每天就要鞠人用這個安心出行 食肆又不給他 街市又不給他 那一一沒有用到就罰你五千元 那些食肆都動一點呢 就一個人沒有戴口罩 都不關食肆的事 就那些食肆已經要停市十四天這樣 那現在你那幫官竟然十幾個 裡面只有幾個有戴這個紀錄 那你怎樣取信於人呢 就是你作為政府的官員 去出席這個場合本身已經有問題了 再加上有些身份真的不太符 再加上一點就是竟然連這個 就是安心出行都不做 那幾件事加起來呢 我覺得就是令人相當之 我自己覺得就是相當之生氣 相當之憤怒 就是這幫官就是 我經常說就是成何體統 那這樣就造成了結果 就政府的施政和執法 就不用講公信力了 就是大家以後就有眼睛啊 就是那你那幫官就叫人做這樣做那樣 甚至拿你那樣來 就是打壓市民甚至 但是自己呢就是發外之民這樣 自己不用理這些事 那我覺得就是社會影響很壞很差 我覺得就是特區政府現在說查 我覺得就查完之後 你真的要有些處理就可以了 剛剛就在這件事前兩天 就是特首才抽了這個國泰的CEO 上去說他這個空中服務員 就沒有根據這個隔離檢疫要求 就走了出街 又說要負責又說要追究 又說對社會造成的大損害 那你這麼威猛了 那兩天之後你自己的手下就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特首 你除非不要自己的威信 如果不是的話 你怎麼可以自己講一套 但是對自己是另一套要求呢 是吧 所以我覺得就這一次林鄭月娥 我覺得她沒有理由不採取一些 最起碼的紀律處分行動 我覺得是很難令人心服 就是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之前香港的平台都傳出說 只准州官宴會 不准市民藏食 我想這個可能是香港市民的心就很不信 不過現在這件事發展到現在為止 就原本有170人 就越缺越多 現在有225人 不知道還有沒有更加多 還有可能有100多人為了這件事 可能現在還在隔離 包括了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還有民政局局長徐英偉 還有一個已經是發展過的一個政治助理 那現在其實到了這件事發展到現在為止 除了這些之外 可能大家都關注著 這些香港的政府這些官 烏沙能不能夠保得住的問題 今天明博都有一篇文 意思就是寫著 如果照著類地官場的規矩 香港的很多高官 那麽烏沙都不保了 其實後面呢 前面提到是反送中的運動 後面提到呢 就是 講這個 鴻門宴 就說鴻門宴 這個報紙呢 大陸的媒體 是沒有怎麼報導的 基本上呢 就是 只有《人民日報》 旗下的《環球時報》 報導了一點點 其他全部都沒有說其他事情的 另外呢 也都是 裡面都寫了 可能 林鄭月娥對徐英偉等人的處理方案 已經有 但是呢 可能就沒有一個行動 說是沒有最後的電論呢 所以現在就是說香港人在看著 中央都在看著 林鄭月娥是否大多苦苦 可能大概中央也很難收復 那麼這個是 可以幫我解讀一下這段文啊 阿布希 當然啦 篇文章就是《明報》的文章啦 它是不是收到什麼封 我們不知道啦 那些封有多準確 我們就不知道啦 不過我相信 很明顯講出了一些事實的一面 你這幫官 拿著那些法例去告香港人 告香港人做那樣做那樣 那些就 移民進法 動不動就給了599支 罰你5000元 跟著那些小店就隨時停你業 那但是你現在幾個紀律部隊 加上一眾高官呢 就在那裡就 就是 不戴口罩啊 那兒子一堂開派對 那這個就是相當的 相當的失體堂啦 那再加上事後 有更多資料呢 就 就是除了幾個紀律部隊 還有一班官在那裡之外呢 你看到就是 徐英偉其實是有份 在之前那一天呢 跟這個 就是相關官員開會 就是相關那些 那些勸戒 他有份提出意見的 那但是竟然他第二天就在座 其實我起碼 就是他在座 似乎比那些紀律部隊 更加 更加有道理 但是問題是 如果後來資料知道 他是 就是之前開了這個會的話呢 那他在座裡面相當不合理啦 他總是從頭到尾 所以我覺得 都不止這些了 還有一個創生科技處的官呢 就 林鄭月娥或者查 初初都沒有人出聲 到最後可能他的名字曝光了 他才兩天後出來 出來道歉 那就是說 如果那個名字不曝光 還以為只有170人的話呢 那他就沒事了 那我覺得整件事 反映著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 沒有了紀律的 而林鄭月娥呢 都沒有能力維持這些紀律 開完會的官 翌日就開派對坐到尾 他當沒事 那你以後這個團隊 還怎麼帶領香港 怎麼令人心服呢 可能到今時今日 他覺得這兩件不重要都不頂了 那所以我覺得 既然你說調查 那大家當然希望調查之後的結果 結果應該公道處理這件事啦 那但是 林鄭月娥會不會真的 就是公正地去做出一些處分呢 大家知道啦 他之前兩天才抽了 郭泰那個CEO上去 兇了他一輪 那而事後呢 有傳聞就是 郭泰都解僱了那兩個 涉事的空中服務員了 好啦 別人的私人公司 被你帶了一番 跟著他自己做了事了 就炒了那兩個人了 那你現在特區政府 是不是又可以輕放下先 如果是都挺好笑的 我覺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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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疑 嫌疑律人 寬以待己 那這些政府 怎麼可以 服到眾的呢 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傳聞就說 就是查完之後 會有些跟進這樣 那但是你知道啦 香港現在的情況 就反對派又不存在 那你見到建制媒體 甚至立法會 立法會開會那天 都轉移視線 就不說這件事 就說了這個郭泰 那那幫議員 根本就不是反映市民的關注 那所以到頭來 特區政府會不會秉公辦理呢 我唯有聲目以待 那你根據過往的經驗 特區政府的調查 因為現在又沒有了第四權 傳媒的監察力量就不夠 就是 獨立傳媒被打了 打到散了 跟著那些反對派就坐了監 那做成的結果 立法會呢 轉移視線 不講鴻門宴那樣 大家就為歸為 那所以到頭來 是不是真的一件事 可以秉公辦理 還有對那些 就是現在這幫 毫無紀律 我覺得就是毫無紀律的官員 作出一些合理的處分呢 事實上很難令人樂觀的 所以明報的說法 第一她有沒有收到報告 我不知道 第二她的調子 都是說 如果以前就應該下台了 不過現在就很難說了 林鄭月娥還有半年做 半年都不夠 事實上 她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做這些事情呢 也都不知道 似乎不一定是 純粹是她的決定來的 因為大家知道 局長這些就是特首提名 最後都是要北京立頭的 所以會不會大局為眾 又跟著大局為眾 就放棄他們 這個也很難說 因為這個政府有前科的了 你想想 上次有幾個紀律部隊 在那裡 去恆大高層的飯局 接受三千多元的款待 你看到保安局長 就是警務署長 當時特首出來說些什麼 他們說他們要犧牲私人時間 搞好關係 搞好關係 我剛才說了 紀律部隊寫歸你搞好關係 你們執法好了 不要搞這麼多關係 是吧 但是當時的特首和高官 是這樣為他們開脫 那你是特區政府自己做壞的頭 令官員覺得不用守紀律 現在是 好了 到了這次 又說十分 尤其反感 一定要追究 說就這樣說 但是你看到這件事 他們現在都過幾個禮拜 接近一個禮拜 你看到最喜歡搶咪出來說話 那個保安局長 失蹤了 是吧 他這幾個禮拜就失蹤了 或者說那位 殺利騰騰的政務司長 也是失蹤了 他只是想著寫信給經濟學人 是吧 所以其實就 集區政府是不是真的兵公辦理 明報今天的說法我覺得挺有趣 就是他將 如果以往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跟著國內官員就怎樣怎樣 後面沒有說一句 就說如果跟著香港現在的現況 就大家不用有太大的期望 那什麼意思 我覺得是 就是可能有什麼暗示在這裡都不頂 所以大家唯有招募以待 不過我覺得整件事相當之 相當之荒謬 相當之不成體痛 就是如果這樣都可以沒事的話 以後香港政府或特區政府 就不用再講團隊的紀律 也都高官個個都變了法外之民 就不用數法的了 這個才是破壞香港的最大元兇 他們是